沙特新城由中国整包城建以人民币结算 此消息仅是推测 根据介绍 THELINE是一个线性城市 全长170公里 仅有200米宽 建筑物高度超过500米 可容纳约900万人居住和生活 占地面积为34平方公里 居民可以在5分钟内步行到达THELINE的所有公共设施 此外还会修建一条高速铁路 将任何两地之间出行距离缩短到20分钟 新城没有道路 汽车和排放物 100%使用清洁能源 95%的土地都将化为自然保护区 THELINE项目是沙特更宏大的NEOM未来城市计划的一部分 位于沙特西北部的鸿海沿岸 NEOM项目目前还包括Oxygen重新定义的工业和创新城市 Trojina 包含海湾地区首个户外滑雪场的山地旅游目的地 以及NEOM旗下的两个子公司 能源、水和轻子公司Innoa和NEOM技术和数字控股公司 NEOM 项目得到了沙特政府和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PIF 以及当地和国际投资者的5000亿美元的支持 不过 相关的新闻稿 NEOM官网 沙特和国际媒体都没有提到THELINE或NEOM新城将由中国承建 并以人民币结算 有媒体曾在2022年3月15日报道称 沙特阿拉伯正与中国政府积极谈判 讨论将其向中国出售的部分石油以人民币计价 报道称 赞成此举的沙特官员认为 沙特可以利用部分人民币收入来支付参与国内大型项目的中国承包商 这将有助于减轻与货币资本控制有关的一些风险 中企是否参与沙特新城建设 检索公开资料可见 中国企业在NEOM新城项目中比较活跃 NEOM首席项目官布雷特·斯麦斯·布莱特 Smyth2022年2月告诉阿拉伯新闻 THELINE的工作也已经开始 这是一系列社区 沿着从鸿海深入到沙特阿拉伯内陆的 170公里长的地带而建 与将为THELINE提供服务的运输 和物流骨干THELINE整合在一起 早期的分级工作已经开始 THELINE基础设施的主要合同 都在执行中BACTEL执行项目管理 AECOM首席设计和中国铁键隧道 中东经济文摘MED2022年8月的一篇报道也称 中国铁键已成为NEOM项目中THELINE新城项目的首批施工方之一 作为隧道的坑道和隧道配套 现场的爆破和挖掘工作已经开始 报道称 中国铁键在2021年6月获得有关合同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2021年9月的一篇文章也显示 铁键重工出口了一批隧道装备 参与沙特NEOM新城隧道工程建设 中国电舰官网显示 2022年8月7日 中国电舰沙特NEOM新城超高塔装机项目正式开工 这是该项目第一个开工的基础装机工程 该项目主要施工内容为直径1.5米及2.5米的灌柱装钻孔 钢筋龙制作安装及下设 混凝土胶柱 装头开花及凿除 灌柱装检测等 2022年6月14日 NEOM项目宣布钻报隧道工程段合同售标 合同按照区域拆分为上下两个标段 众标方分别为FCCC SCCSAJCO联合体 由西班牙工程公司FCC Construction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和沙特建筑企业Ship Al Jazeera Contracting Company 三家公司组成和SHA 联合体由韩国三星物产 现代建设和沙特建筑企业Saudi Archiridan Company Limited三家公司组成 即将开挖的隧道总长度为28公里 建成后将用于高速铁路及货运铁路的通行 从隧道中挖出的土石方 将在本项目及NEOM的其他项目上重复利用 以降低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2020年11月 山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发布消息称 该公司成功入围沙特NEOM新城合格承包商 为下一步开拓NEOM新城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 打下基础 山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称 该公司是继中国铁建 中国电建 中国地质集团后第四家入围的中资企业承包商 其他国家的公司是否参与新城建设 NEOM首席项目官布雷特斯·麦斯介绍 现场有来自44个承包商的11000多名工人 和8000多台重型设备 迄今2022年2月为止完成了超过3400万个工作小时 为了按要求的速度建造 很大一部分工作将转移到异地 在工厂进行预制 除上述提及的在NEOM项目钻报隧道工程中 中标的韩国和西班牙企业外 公开资料显示 2021年5月 NEOM选择印度的Larsen & Talborough 作为太阳能和风能工厂的工程 采购和建设EPC承包商 为NEOM开发项目中的绿色轻机合成鞍厂 提供电力 在竞标中 Larsen & Talborough击败了中国能建和中国电建的竞争 被选为一揽子计划提供商 该绿色轻机合成鞍厂 由NEOM和总部位于美国的Air Products Shutter Aqua Power合作 计划投资50亿美元 将于2025年投入运营 2020年8月 NEOM与总部位于美国的Bactel公司签订合同 由对方提供NEOM基础设施的设计 施工和项目管理服务 NEOM在2020年 还与沙特电信巨头STC签订合同 为项目建立5G网络基础设施 沙特阿拉伯在2022年7月底 公布了THELINE城市项目设计方案 公开资料显示 中国公司正在活跃参与THELINE 以及更大范围的NEOM未来城市计划 但该计划同时也有不少外国公司参与 截至目前 尚无可靠的公开证据可以确认 沙特未来城市计划整包给中国成建 并以人民币结算